在春節這段期間裡面 我們也利用各種機會 從小年夜到像今天初三 我們也不斷的來到一些社福機構 跟我們在機構裡面的老人家共度新年 所以今天能夠在開村之後 就能夠跟各位阿公阿嬤見面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高興 在過去這30年來 我們中華文化社會福利基金會 在照顧我們的所有長者的身上 一定是真正發揮了他們所講的 從愛心到恆心這五星的這種功夫跟專業 我們代表政府來感謝我們基金會的所有的同仁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在社福機構裡面的老人家 都是在年輕的時候 替我們的國家跟替我們的社會 做出極為重大的貢獻的長者 也是我們最感恩的對象 我們整個國家跟社會的進步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快 但是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享受這一切 就是因為我們的副主備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付出了他們青春替我們打造的這一切的基礎 不管是市農工商各行各業 如果不是各位在年輕的時候 替台灣替中華民國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今天就不能夠享有這樣的基礎 所以每當我到一個社福機構 看到我們老人家的時候 我總是心存感激 所以當我們在慢慢這幾年來 比較行有餘力的時候 我們總是透過各種方法 來回報我們的老人家 那各位都很清楚 除了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福利機構之外 我們在一般的生活社區 也透過這個所謂的社區的照顧關懷據點 我們已經達到超過有1800的這樣的關懷據點 可以說全國各縣市各鄉鎮都有 隨著我們的人口越來越加的高齡化 我們的老人家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在面對這樣的一個即將要來臨的社會 我們國家在很多很多的硬體軟體交通 醫療等等各方面的建設 都要迎向一個高齡化的社會在做準備 所以除了我們之前已經推出的這些 機構的照顧 社區的照顧 日間的照顧等等這些服務之外 我們最近才又剛核定 我們的友善關懷老人方案的第二期的計畫 從今年103年開始 連續三年 我們要投入超過200億的經費 希望能夠把過去已經打下的一些 服務老人的基礎能夠做得更大 我們過去常常聽到說 我們希望老人家能夠健康的老化 我們現在進一步希望能夠很活力的老化 很智慧的老化 也就能夠熱血的老化 而最後呢 我們希望甚至能夠再地老化 就是說 在自己成長的地方 最近的社區 能夠安養天然 我們這幾個目標 透過很多很多的工作計畫項目 由中央政府跟我們的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來努力 過去你們曾經照顧我們 現在以及將來 我們作為子孫的一定會好好的照顧我們的老人家 孝道以及尊重長者 永遠是我們社會最核心的價值 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同仁和志工 大家共同一起努力 創造一個讓我們的老人家 永遠健康快樂的環境 最後再度的敬祝大家 新年快樂 萬事如已 謝謝